首相伊斯麦沙比里宣布 首阶段冠病特别援助金 BKC将从2021年9月6日开始发放 预料于9月10日完成 约1000万名来自志平 B40和M40群体的单身人士 家庭和长者受惠 他指出 冠病特别援助金原本是在8月派发 如今延缓发款 因此已指示财政部加速发放款项 31亿令吉也在已发放给相关金融机构 文告副表显示 冠病特别援助金受惠者 所需符合的资格 是根据2021年爱民援助金 BPR资格 视频GB40群体的家庭或长者收入需时 5000令吉以下 单身人士为2500令吉以下 至于M40群体则按照所承报的所得税总收入 家庭收入介于501令吉至9000令吉 单身人士收入介于2501至5000令吉 冠病特别援助金 分为三个阶段发放如下 视频群体 家庭首阶段获500令吉 次阶段获500令吉 及第三阶段获得300令吉总额1300令吉 独居长者和单身人士分别在首阶段获200令吉 以及次阶段获300令吉 总额500令吉 B40群体 M40群体家庭首阶段获500令吉 以及次阶段获300令吉 总额800令吉 独居长者和单身人士分别获200令吉 M40群体家庭获得250令吉 独居长者和单身人士分别获100令吉 政府在6月28日宣布保护人民 与经济复苏援助配套 冠病特别援助金 是该配套的其中一项倡议 为人民提供援助度过疫情